新年快到了 我今天就要無私公開我這個千層馬蹄糕的食譜 這個千層的做法可以令到馬蹄平均分佈 而且令到馬蹄糕容易熟 而且這個配方是非常爽口和彈牙的 現在就看看這個千層馬蹄糕怎樣做 首先講一下材料 馬蹄粉250g 糖方面我們會用到片糖和冰糖 片糖150g 冰糖100g 馬蹄這裡半磅 大概6-7粒 水我們會用1200ml 而我今天用的就是這個圓形膏盤 容量1500ml 其實什麼形狀都無所謂 大過1500ml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用清水洗乾淨馬蹄 因為它有很多泥的 我們要洗乾淨 然後我們就把馬蹄去皮 我們就切開馬蹄了 可以切碎它也可以 或者把它切片也可以 隨個人喜好 或者像我這樣一樣一半也可以 可以切碎它 而馬蹄粉我會過篩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雜質 有時有些沙石 粥脂 因為馬蹄粉都很大粒 所以我會用湯殼這樣搓一搓 它就會容易過篩 馬蹄粉過篩之後 我會用700ml的清水來攪拌均勻 我們將這個粉漿攪拌均勻 這個就叫做生漿 由於馬蹄粉比水重很多 所以會沉澱 所以不可以切其他高感 將生漿直接拿去蒸 而且過程中也要遲常攪拌 我們會再將生漿過篩 希望篩走所有雜質 過篩之後我們再攪拌均勻 現在我們將100g的冰糖 150g的片糖加入鍋 再加500ml的水 不要看這裏好像很多糖 其實我已經減了糖 我們不用慢火慢慢煮溶糖 糖煮溶了之後 我們將十分之一的生漿 倒入糖水裡面 記住要先攪拌生漿 我們用慢火慢慢煮 慢慢攪拌到結身 就這個結度倒 這個就叫熟漿 就不會再沉澱了 煮好熟漿之後 我們就關火 放在一邊 攪拌大約8分鐘左右 當熟漿略攪拌到不燙手 我就將熟漿撞到生漿裡面 記住期間要不停攪拌生漿 當熟漿混在生漿裡 就成為生熟漿 就像這個狀態一樣 這個時候粉就不會再沉澱了 我們就加上剛才切好的馬蹄 然後我們攪拌均勻 這個時候 由於馬蹄比粉漿 所以會浮起 是正常的不用擔心 我們可以加一茶匙的油 在蛋糕模上 再用廚房紙把油塗均勻 到時蒸完便容易起模 我們首先把200ml的粉漿 加入蛋糕模上 然後放在一個鍋裡 蒸它4分鐘 4分鐘之後 我們打開蓋 看到第一層的馬蹄粉漿 已經變得透明 即是熟透了 我們就可以落第二層的粉漿 每一層我都會放200ml的粉漿 而每一層我都蒸4分鐘 如此類推 一層一層這樣蒸 我們蒸到最後一層 打開蓋 看到全部透明 已經熟透了 我們可以關火 把它放在室溫裡面 讓它先冷凍 也要一點時間 我現在先出去吃飯 等它完全涼乾之後 我們就用保鮮紙包好馬蹄膏 記住保鮮紙要貼住馬蹄膏面 不然就會有水氣 把它放在冰箱裡 可以保存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但是它會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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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拿到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其實這個狀態已經可以吃了 不過我比較喜歡吃 我會用空火 再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上 在薄酒上 放在冰箱裡 然後把它砕一炸 再放在冰箱裡 擦著180度 dropped 煎十秒鐘 這個金黃色 充滿蔗糖香味 呦脆內軟 爽口彈牙 熱熱秤人力 colors 陣isha 鎮蟹的千層馬蹄膏就完成了